哎呀,这个狩猎等级怎么这么难生啊,我快崩溃了 哈喽,各位小听使们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汤圆妹妹 今天是一期虚无世界的视频啦 经历了重重磨难,历经了千辛万苦 拥抱了一套急速套装 我终于是把狩猎等级提升到了三世纪 因为过程太过无聊 我也老是被击杀 我相信大家也不想看到汤圆被虐待 所以我就没有录屏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虚无之旅吧 上一期我们把粉碎给击败了 而且是很轻松的把粉碎击败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击败我们的第二个boss 珊瑚守卫者 先把我的急速套给补齐 大家看看我这一背包的铜臂和福袋就懂 我这艰辛的升级之路了吧 刚才我在看武器的时候看见 蓝宝石可以做急速钩 不过需要消耗东青剑 我有东青种子 虽然只有两个 但我可以直接用骨粉来催化一波 就中这里的两排吧 骨粉催熟大法 东青剑制作效 一个鹤铁 一个鹤铁 一个羽毛 两组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准备一下 直接出发 长途跋涉后 我终于是到了 在来的途中我还遇到了暗杀者 和他换了一些治疗环刀 打中可以吸血 是非常好用的 珊瑚守卫者需要几百安复比亚层的 召唤出 并且几率只有3% 看样子得刷一会了 先把周围拦一拦 这样一会跑的时候好跑 看过假面骑士的小天使们 肯定知道 珊瑚守卫者其实不是很厉害 但是是非常的烦人的 他的珊瑚炸弹伤害巨高无比 而且现在我们没有假面骑士套装 肯定会非常难打的 话不多说 我们课评要是直接开刷 我的天啊吓我一跳 我刷的我都快睡着了终于刷出来了 虽然吓了我一跳 闲流我们跟他打迂回站住 就这种珊瑚炸弹是真的烦人 不过我们有急速套装 跑得飞快 我们来慢慢地消耗 我们是不急的 稳住就行 先把这些山护炸弹打掉 过来了快跑 这些山护炸弹 确实真厚啊 哎 这个袭击者 别过来啊 看我一招秦王绕住走 哎呦 驾到我了 现在没空吃东西 就体现出治疗缓人的厉害之处了 哎 被卡住了 快溜 什么 怎么没有剑了 完了完了 这怎么打 只有两组普通弓箭 啊 伤害好低啊 这 这怎么还耍怪啊 本来就够难打了 还是治疗缓人的好用啊 完了完了 治疗缓人的好用啊 完了完了完了 治疗缓人也没有了 还有半条戏 这怎么打 啊 治疗缓人的好用啊 蜘蛛精英怪 总报 换腹头去试试 来 腹头 啊 直接架死了 这也太难了吧 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得先回去捡回来 都准备好了 那就重新再来刷一次吧 哦 这次好快啊 绝对刷出来了 那么理所当然 我死的也很快 什么鬼啊 为什么boss还会变成精英怪啊 没事 我是谁 汤圆 我是不会被打倒的 这次不行 那就下次 这次我还是整装待发 我就不信这么多剑 装备还都覆了魔 还打不过你 直接开甩 很好 这次我绝对不会打输的 还是迂回战术 稳住 这次一定可以 等会儿 我怎么动不了了 我怎么还中毒了 这 这该死的沙漠傀儡 沙漠甲克那么难报 我不找你了 你还来害我 还变成精英怪来害我 我也太难了 不行我还是不服 再来一次 但是来之前我要先 再见吧精英怪 这个太折磨人了 好的 那么再一次开始我们新的挑战 这次我的物资这么充足 应该把精英怪去掉了 我就不信这样还打不过 直接开刷 跟我刷出来了 我们就开始吧 开始我们的第三次战斗 还是更古不变的套路 我们来打游击战 慢慢地用远程武器消耗它 它防炸弹了 先把炸弹清除掉 哦血掉的比较多 我们就用这俩还人来吸上来 不怕我们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了 汤圆就是我的世界最强射手 消耗掉半血了 哎 怎么还搞背后袭击啊 这我胳膊里好烦啊 难道又要败北了吗 真的太感谢治疗还人了 真的太感谢治疗还人了 这条命都是治疗还人救的 就差一点点了 直接去把它干掉 哼哼 终于赢了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掉了一个头盔 召唤板还有纯宝石 那么我们就先回家 雕像还是放在这吧 真的太不容易了 原来没有假面骑士的虚无世界这么难啊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结束了 喜欢这个系列的小天使 别忘了三连加关注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